再不到一个月 川普就要走马上任 其中外界瞩目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洛 一直以来主张的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共不利 但对中国人民有益 2012年纳瓦洛曾经接受新唐人的访问 特别提到中共剥削中国奴工 所造成的美中不公平的竞争 请看我们的报道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 匹特·纳瓦洛 周三获得川普任命 出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 2011年纳瓦洛曾经出版《致命中国》 用大量的例证揭示中共的经贸政策 让特权阶层做大 但同时伤害了中美两国的工薪阶层 《致命中国》随后拍成了同名纪录片 《致命中国》的电影《死亡》 是与美国的国家的灵状 因为中国的不坏贸易经济 我们也提出中国人的不坏贸易 当中国的工作人员被罵贸易 美国的工作人员会比较困难的 川普曾为该片提写了《推荐语》 《致命中国》说得很对 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 描述了我们和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推荐所有人来看 在川普竞选总统后 纳瓦洛是川普的经济顾问团队中 唯一一位的学术界专家 这次入阁将参与制定减少贸易逆差 促进经济增长和阻止工作机会外流的政策 纳瓦洛被美国学界视为反共学者 他获得川普任命后 有大陆媒体宣称 他是反华学者 纳瓦洛不仅是经济学家 也关注中国人权 致命中国书中就关注中共压榨奴工 纳瓦洛曾对媒体表示 把贸易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 是唯一能让中共尊重人权的办法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